看似方形 但轮廓有着鹦鹉螺的基因 但又让人耳目一新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今天咱们快撩一下百代匪的新出的这个Cubitus 材质 薄金 玫瑰金 钢 价格嘛 薄金是88,380美金 金钢款 612,880美金 全钢款 412,480美金 机芯都是240机芯 不过薄金款带PS 也就是小百针 月象大致力 薄金款还有微型摆脱 另外两款是大三针机芯 不过都带停秒功能 表带 薄金款是复合材料 织物机的表带 另外两个就是金属连带 这些在官网都有 我跟你分享一下官网上没有的 首先 看看Cubitus侧面 你会发现百搭斐力 在控制现象体容貌方面 做的是相当到位的 什么是万表的现象体容貌 我们专门有一期在讲 对你选豪表至关重要 欢迎你去看一看 其他的发现还有 一小惊喜式的叠代 这Cubitus看似方形 但轮廓有着鹦鹉螺的基因 可以说是享受了尊达设计的红利 但又让人耳目一新 表壳还是荷叶式的结构 也就是多件式表壳结构 这种结构便于施展品牌擅长的精致完工度 比如拉丝和抛光面的锋利分界 Cubitus沿用了尊达代表性的整体式设计 表壳与链带形成一个一体的手轴化设计 非金属链带如何体现整体式设计 这个课题 其实百搭斐力教过很好的答卷 鹦鹉螺的皮带款式 设计师用了一个头力 暗示了表壳与链带的连贯 我们前面讲金属链带与非金属链带那期 大约在9分02秒的时候讨论过 甚至还给出一个反面教材 建议你看看 没有关注的随手关注一下 总之造型上仍是非常百搭斐力的豪华运动表 跟鹦鹉螺不同的是 百搭斐力真心希望你能带出去 没关注的随手关注一下 第二点保持品牌的核心 你看这个表盘啊 基心啊 做工水准啊 都是这样啊 比如这个表盘的横文 还有基心这个型号240 还有毫不怀疑的基心打磨 等等等等 第三点 实锤品牌的战略 避免成为单一爆款品牌 鹦鹉螺我有过 现在豪华运动表出了一个全新的系列 与经典系列不同 品牌用渐能渐脚的造型 让运动风格更加分明 而且更容易识别 四 实用主义 还记得5711停产的时候 我们提到过鹦鹉螺的一些bug吗 比如表扣的开盒不是很顺畅 再比如有些粉丝反应 这个链带上凸起的这个中立啊 容易被磨到 现在 薄金款只保留了一个中立 头立这个位置呢 是不容易被刮花的 大大降低了磨损概率 至于说表扣 这次官宣使用了百达斐利专利的带锁可调表扣 性能怎么样 只有开箱才知道 关键是品牌提出这个概念还是很到位的啊 4万多美元整一个钢的可还行 如果太贵的话 你还能追下去吗 百达斐利就先抽到这儿啊 欢迎你补充 拍砖也可以 下期见